这个挂在清课版是没有的 这个挂在清课版是没有的 我们这里有看到 这个是沾流年的挂 对不对 沾流年的挂 沾完之后 沾完之后到这里应生日者 对吧 荧幕充观星辞世 就最后一句话 接着直接就是沾远而应尽 务必留心 也就直接到这里了 到这个 沾远应尽务必留心 中间的这个挂和这个挂是没有的 这两个挂在清课版里面是没有的 有在古籍博物馆的古籍里面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是后面 这个新的这个版本出来之后 这个书商说这个叫什么 plus版本 plus版本那里面出现的 那我们来看看 挂是一样可以看的 就是相对来说有点别扭 别的还好 可以看这个沾现任吉凶 这个现任不是说 这个现在谈的女朋友 现在所任职的官吉凶 那么这个人因本审有缺 会言得否 不好意思说 就也和老人所说的那个例子 故以现任之吉凶而问 只要想着这个如果是吉卦的话 我那个缺就能得了 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样子 看法是不是相同的 虽然用神都是官没错吧 用神都是官没有错 但是看法上面有没有不同 一定有不同 一个是你已经拥有的官 一个是你将要去得到的官 一个是考虑的你现在的官的前景如何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信息出现 另外一个考虑的是竞争 考虑的是中间的过程 很多信息细节上面是不同的 看法也是不同的 那么宁小义礼周义之礼 问缺之得否 子孙辞世而绝望 如果问缺 就问我那边还有个官 我能不能得那官 子孙辞世代表的是 你想都不要想 没有什么可能性 但是呢 静瓜 但是呢 自己现在的工作会不会丢啊 会不会说我现在丢官罢职啊 不会 我只是想要的那份工作 搞不到 对我现在的工作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你问现在任职 吉凶如何 这个子孙辞世跟官鬼是相冲又带三行的 说明现在这官干得很不爽啊 而且子孙辞世这个状态 可是不利你工作的呀 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时间久了之后 必定是要离官罢职的 能理解吗 所以吉凶虽然都是凶卦 但是所代表的寓意和最终结果是不一样 所以是不同的两个卦 问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到底是想干嘛